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说今天是拉实在里 欢迎收看由绿原电动车冠名播出的说是拉里 我是老季 7月8号广东接阳市社会各界800多人来到了云山殡议馆 参加两位交警的追悼会 这两位交警分别是44岁的周喜来和34岁的黄伟江 7月5号晚上的11点50分 在深善高速公路惠来服务区 一名歹徒朝着这两名交警是连开了六枪 然后驾车逃跑 而遭到枪击的两名交警是以身殉职 其中黄伟江身中两枪当场死亡 周喜来身中四枪 后经抢救无效死亡 那歹徒到底是什么人 他手里的枪从哪来的 他为什么要枪击两名无辜的交警呢 而更让人感到恐怖和担忧的是 这歹徒逃跑之后身上还带着枪呢 随时都可能会危及到更多无辜群众的安全 案件发生后 说是拉里南木的记者立即赶到了事发地 深善高速公路惠来服务区 虽然还不到晚上十点 惠来服务区里的店面基本上都关门了 人很少 只有几辆大货车 零星的停在那 几名民警还在这里守候 事发现场在惠来服务区附近 一条较为偏偏的小路上 在那儿 我们还看到两名不幸遇难的交警 留下了血迹 这感觉是爸爸叫 这感觉是爸爸叫 民警说 一到晚上 惠来服务区的车流量就很少 案发当时已经是午夜了 服务区里的店铺都已经关门 所以命案并没有实际的目击 当时民警周喜来虽然还没有死亡 但是已经说不出一句话了 那么7月5号那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两名交警为什么会被枪杀呢 这几罕见的枪杀交警恶性案件 立即引起了公安部和广东省公安厅的高度重视 广东警方迅速成立的专案 7月6号凌晨1点 根据目击群众反映 当时有一辆没有挂牌照的黑色小轿车 从案发现场离开了 飞快地向深圳方向驶去 根据这一线索 广东警方立即部署了数千名警力 沿途设下拦截 第一时间追查这辆可疑车辆 但是在当晚的行动中 警方却并没有拦截到作案之后 得着这个消息 周喜来和黄伟江的同事们都很难 之后警方进行了大量细致的排查 7月6号上午 民警在惠来北广场出口处 找到一辆黑色轿车离开的视频机构 从时间上来看 这辆轿车离开的时间 正好是在案发之后不久 把这个车截出出来 然后我们就通过这个车的车型的外观 形状 但是最主要是它的一个标志物 这个标志物是它这个车本身自己独有的 我们就觉得有点像那种明治那种车 由于当天晚上光线比较暗 这开出的这辆灵制车呢 又是背对着镜头 所以这录像呢 观察不到车内的情况 那更甭说车里边人的体貌特征了 另外由于这个出口下了高速之后啊 这道路错综复杂的 分叉路口很多 民警是很难判断 这辆车究竟跑向哪个方向了 捉案组指挥员就决定改变一下思路 侦查工作呢 从开到这个案发地的车辆调查入手 这个作案的这个人员来的时候呢 他的警惕性是没有那么高的 杀了两名民警之后 他的警惕性要比以前要高 所以呢我们就想两头原生的话 以来源为主 很快吧 发现一个可疑的车辆 7月5号晚上9点13分 经过海湾大桥这边过来的 然后呢我们在看海湾大桥之前 他又哪里来的 我们又派人马上赶到了 越名苏菲山寺 又继续的追踪 终于呢发现这个车呢 来自福建的五一山 7月5号晚上9点 案发前三个小时 灵制车在汕风高速路上出现 7月5号上午9点 案发前11个小时 灵制车在五一山 第一高速收费站出现 就这样民警一路倒查 最终查明这辆灵制车的活动隔禁 从浙江义乌到江西上高 再到福建五一山 最后抵达汇南 警方立即向各地发出了协查通报 包括这个福建 浙江和江西 发了一些通报 浙江给我们一个信息 就说他们在7月2号晚上 失踪了两个人 及其他们所驾的车 根据浙江警方提供的线索 并结合各地调取的 数段视频监控录像 广东警方最终确认 作案的嫌疑人只有一人 男性身材较为健壮 另外嫌疑人的反侦察能力 也比较强 从视频监控拍摄的录像来看 凡是经过有监控的地方 这名男子都会把车上的 反光板放下来 或者是用手遮挡着脸部 因此无法正面截取到他的图像 但是专案所的绘画专家 还只根据相关信息 刻画出了犯罪嫌疑人的相报 案发后34小时 7月7号上午的电影 因为当时视频上 只能是看到下半部分的 上面部分基本上看不见 但我就分析到 这个人的身材比较结实 体称比较壮 他的脸部比较饱满 所以我们就觉得脸部比较饱满的人 一般留短头发的人比较多 为什么呢 因为胖的人之后比较多 所以夏天天气 很容易流出汗 所以他留短头发的话 容易打理 几个小时之后 另一路以车为线索 展开侦查的民警 查到了一段至关重要的视频间 这是警方在汕头龙江调取的一段视频 当时时间是7月6号的凌晨7点 也就是案发后的第8小时 犯罪嫌疑人从这里经过 民警结合其他的线索判断 嫌疑人已经驾车逃往了福建 根据这一情况 广东警方立即向福建警方通报案情 请求协助侦查 接到通报后 福建警方高度动视 立即向辖区内的公安机关 发出了紧急通报 要求全力协助追捕 讲到更多的就是 这个凶犯还带着枪 随时都会危害新的生命 7月7号晚上11点 广东警方七五案件指挥部 也连夜遗失福建 此时专案组的民警 已经两天两夜没有合眼 来跟你聘事件 聘体力 7月8号凌晨2点半 福建省公安厅召开紧急视频调部会 全力部署案件的机场 经过侦查 福建警方最终确定 嫌疑人进入了厦门 并在当地是藏了起来 厦门警方立即部署3000多名警力 在全市展开了地毯式的搜查 7月8号早上 警方在厦门一个酒店的门口啊 门外的停车场上 发现那辆灵智轿车了 随后警方到这家酒店的前台一查 这车主登记的名字啊 叫胡一华 不久埋伏在酒店周围的民警 就偷拍到了胡一华的照片 之后福建警方迅速把偷拍到的照片 传给了广东警方 看他的身份证 跟我们原来的画像 画的哎呀 真的是太像 很快 广东警方反观信息说 这个胡一华正是杀害两名交警的犯罪嫌疑人 这个犯罪嫌疑人他的手始终放在右腰这个垮包上面 给我们提示了一个信息 这个嫌疑人他的手离他的枪平静 当天中午12点30分 警方终于找到了抓破胡一华的机会 立他三四米的时候他还没发觉 快速奔跑靠上去 胡一华29岁浙江金华人 脚落了 雷尺平致轿车 手枪一只 背后凉花子弹 以及解离案 厉害恩 王伟真警方 这次 这次 七万件 不安分到六十个小时 这被抓之后的胡一华很镇定 甚至都显得很轻松 他见警察的第一句话就是 怎么那么快呀 据说啊 这当时他还让民警给他买饮料 要喝 并且给警察说 你们抓到我肯定是立了大功了 同时啊 他也没忘记 问一下当天的日期是哪天 当民警告诉他是 七月八号农历的五月二十七时啊 胡一华说了这么一句话 哎 巧了 今天正是我的农历年生日 哎呀 你说这也就是嚣张到什么程度了 不过 给人印象最深刻的 那还要是胡一华的这张脸 七月九号的上午 在厦门市第一看守所 记者见到了胡一华 这个杀人恶魔 竟然咧着嘴 对见到他的每个人都露出了笑脸 开车啊 你说打个半死跟打死有什么区别 一定区别的没有是不是 哈哈 当天中午 广东警方把胡一华从厦门押减和解药 马上把犯罪先人押进看守所 经过审讯 胡一华对枪杀两名交警的事情是供人不会 当警方问他拎着轿车怎么得来的时候 胡一华仍然是面带微笑的说 用枪杀了两个人抢的 并且说杀害这两个人的时候 他感觉很刺激 要说这胡一华真是嗜血成性 杀人恶魔呀 已经都达到了变态的程度 可是当我们记者来到这个胡一华的家里采访的时候 这家人还有当地村民 却都不相信胡一华能做出这种丧心病狂的事情来 他们说这孩子很老实 有爱心 很上进 而且还是村里的预备干部 那么29岁的胡一华 怎么就会成为一个不折不扣的冷血杀手呢 更让人不解的是 这被抓过之后 这个人一直黑黑的傻笑 你说他到底在笑什么呢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说是哪里 稍后为您解密 笑面汉匪连排六枪 两名交警重弹身亡 逃犯四省四天杀死四人 军犯的盲命之路 迷雾之路 又是什么 让一个曾经的有为青年变成了冷面杀手 枪杀交警的笑面恶魔 说是哪里正在播出惊喜观点 欢迎回来 咱接着说是哪里 这丧心病狂的杀人恶魔胡一华 在事发后不到60小时就被警方给抓获了 经过审讯 胡一华交代了自己杀害两名交警的事实 不过他说 在这之前 7月2号的凌晨 他还枪杀了一对男女 之后抢了这俩人的车 也就是他所开的那辆 灵智黑色小轿车 胡一华说 7月2号他还在浙江地区 晚上11点多 他到了一个停车场 准备劫持一辆 七系的跑马车 一方面这个车值钱 另一方面 开这种车的人 肯定是身价不负 可是一直到凌晨 他也没有找到合适的目标 最终 他盯上了一辆 灵智黑色小轿车 这辆车上当时坐的是一对情侣 王志阳和朱胜伟 这女孩王志阳呢 是义务当地的一名小学教师 男朋友朱胜伟 是上海一家航空电子研究所的职工 当晚这两个人到一家电影院去看电影 结果看完电影回到车上的时候 就遇到了拿着枪的胡逸华 之后胡逸华把车开到一个农村信用社的自动取款机前 又从女孩王志阳的身上搜出了五张信用 并逼着王志阳说出了银行命 之后胡逸华给王志阳写开手套 让他下车去取钱 结果没过多长时间 王志阳又回到车上 并且说取款机没钱了 这时候胡逸华发现 车也快没油了 于是就向朱胜伟要车钥匙准备加油 可朱胜伟却说钥匙丢了 很可能是丢在了那个停车场 于是胡逸华又开车返回了停车场 不过在停车场胡逸华并没有找到车钥匙 无奈之下他再次开车离开了停车场 凌晨四点多这辆车突然熄火了 他们三个只能下车步行 没过多长时间 胡逸华觉得这天马上就要亮了 这对情侣很可能已经看清自己的长相了 于是就掏出手枪 对着朱胜伟的后脑开了一枪 紧接着又打了王志阳两枪 最后又冲这个朱胜伟身上捕了一枪 四枪打死了这对情侣 之后胡逸华把这对情侣的尸体 从高架桥上扔了下去 又弄了一些杂草和泥土 草草的掩盖了起来 让人想不到的是 做完这些当夜这胡逸华居然又回到他在京华城区租住的出租屋里 第二天一早他租了辆车 还带着这个铁仙锄筒再次来到抛尸现场 从附近一处坟地呢 找来了一张塑料布 把这对情侣呢给埋了 胡逸华说埋尸体的时候 他发现车钥匙就在朱胜伟的身上 同时呢他还找到了三千块钱现金 之后他回到出租屋 拿钱把那辆黑色的灵制车加满了油 开车就离开了浙江 开到江西境内的时候啊 他还蒙着头穿着雨衣 在一个自动取款机上 用受害人的卡取走了一万三千块钱 7月5号夜里的11点50分左右 他开车到了深山高速公路 这个惠来收费段 结果啊碰上了查车的交警 周喜来和黄伟江 这辆车正是胡逸华驾驶的黑色灵制车 当时胡逸华正在车里睡觉 这监造交警要检查 胡逸华心里也挺紧张的 他说啊这车是自己新买的 所以没车牌 但是呢又无法提供有效的发表证据来 那按照规定 交警黄伟江就要求胡逸华呢 先把证件拿出来 装在他兜里 随后就要他到交警大队协助调查 就在这个时候 惊人的一幕发生了 再组备将嫌疑人 带离审查识 刑医人 污打他家 撒岸 两匹民警 胡逸华在接受警方审讯时供述 他驾车逃亡的目的呢 是要到广州去销赃的 把车给卖了 7月5号深夜 背负四条人命的胡逸华 以每小时150公里的速度 开车是疯狂逃窜 而且他对自己的车技非常自信 他说自己逃窜的过程中啊 还玩了几次飘移 这在逃窜的过程中 他还曾经不慌不忙的缴纳过路费 这不仅如此 胡逸华还交代 这期间呢 他还时不时的找个网吧 上上网 看看浙江和广东的警察 是不是已经在全国追捕他了 看这些行为 再想想胡逸华那张诡异的笑脸 真的让人觉得恐怖啊 那么这个笑脸汉匪的胡逸华 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这个宁静秀美的村子叫唐头村 是胡逸华出生和长大的地方 最近几天 村民们都在议论胡逸华的事情 而大家对于胡逸华的评价 却出人意料 从小看到长大的蛮好的呢 话也不多 家子又叫我的大妈 这个男孩老实的 挺乖的到现在还挺乖的 他百一百双 叫他什么 他都吃吃吃对对对的 不听话的事情没有听过说过 这家教练很听话的 他内向的呢 烟博和粥博和 啪啪啪啪什么都不可以做 那二年还是那个漏打 他相信的村里还是何必干不 从小到现在 都没有给人家也没吵过家 给我家也没吵过家 在村民们看来 胡逸华老实有孝心 没有坏习惯上进心抢 胡逸华的亲戚也说 胡逸华还非常有爱心 在英雄孟祥斌救人遇难之后 他还捐过钱 孟祥斌还要捐了一千块钱 还有那个带一个西藏 那个地震还要捐了一百块 大家怎么也不会想到 胡逸华会杀人 胡逸华的父亲说 他给儿子取名逸华 就是希望他能做个 对国家有用的人 党许捷也党过了 村长也党过了 这么个老子 他们实际都不相信了 对我们是想不通的 到现在还是想不通的 这样的事情做起来 高中毕业后 胡逸华没有参加高考 而是选择了到 金华城区去闯荡 后来他还到 这个党校去学习过 拿了一个大专文凭 开始胡逸华在一些公司 推销牙膏牙刷 还推销过电池 后来认识了一个湖南女孩 06年的时候 两个人一块儿 经营鞋店 之后就登记结婚了 他登记了五年 登记五年 没有八九 农村早都没结婚 胡逸华在金华打工 结婚之后 就租房子住在金华 很少回家 关于他的消息 家人亲戚村民们 了解的并不多 后来我们的记者 来到了金华 找到了胡逸华 曾经租住了 五年多的房子 在屋子里 有很多涉及成功励志 营销管理方面的书 记者在书桌的抽屉里 还意外地发现了 胡逸华的日记 在日记里 胡逸华表达出了 对成功的强烈渴求 发奋图强 拼搏这样的字眼 不断地出现 胡逸华的这本日记 封面上写着三个词 那都是很上进的词啊 思考鼓舞希望 他的日记啊 没有日期 所以我们也不清楚 他的这些豪言壮语 都是什么时候写的 可是当你看到日记 后半部分的时候 就逐渐会发现 在文字里边 出现了另一种倾向 你看这个里边 他写到 每个人都是一个月亮 都有不可展示 给别人的阴暗面 7月9号的上午 医务市公安局行政大队技术员 在胡逸华的住处 搜出了两把仿真枪 军用子弹一颗 弹壳两枚 铜子弹 以及塑料子弹若干枚 还有军用匕首一把 枪套一副 手铐钥匙两个等物品 警方审讯则指 胡逸华枪杀四人 所使用的是 德国制的 西格绍尔军用手枪 那是他今年5月份 在缅甸边境 花两万五千块钱买到 另外他还买了 十四发子弹 根据胡逸华的供述 他是从2008年开始 迷上了仿真枪 偷偷练习枪板 平时他也快上军事网站 爱好研究枪械和作战技法 惊讶 我都不敢相信 平时看不出来 真的看不出来 房东说 胡逸华和妻子 在这里住了好几年 从没欠过房租 但是他们对于这个房客 却了解的并不 我们平时不接触的 很少讲话 就是碰到了 打个招呼而已了 本类像的这个 人又蛮好的 也不怎么样的 结婚后 胡逸华先着和妻子 开了个熟探店 结果亏了本 之后两个人又开起了 运动服装店 两个店开起来的 专门卖这种运动系列的 加拿一个 加拿一个 所以做的也蛮好的 然而夫妻两个经常冒矛盾 到最后把店面关了 08年11月 两个人也离了婚 在初中屋内 警方还发现了一份 保证书和一份 分手协议书 保证书写于2005年 胡逸华向当时的老婆保证 以后再也不动手打她 否则就剁了双手 根据办案人员 后来了解到的情况 胡逸华逃跑 开车到厦门的时候 他曾经想把车扔在厦门的 独自去缅甸 当一名雇佣兵 而且成为一名杀手 是这个胡逸华一生的理想 那么离婚生意失败后 两年多都处于失业状态的他 究竟是怎么变成 一个杀人狂魔的呢 或许在胡逸华出租房里 发现的这些车票 还有一些扑克牌 能说明一些问题来 在出租屋里 警方还搜查出了多张 从金华辗转前往 滇免交界处的车票 还有一些扑克牌 警方据此怀疑 胡逸华频繁地到云贵一带 可能与赌博有关 一些知情人也说 胡逸华很可能到边境去赌博过 人家说去米甸那边什么赌博 说了抓在那里 然后叫家里的钱拿过去 那时请人员 不很多的那位 胡逸华作案前 经济情况已经非常紧张 银行曾经给他寄过催款通知书 胡逸华的信用卡 已经透支三万元 家人也证实 从今年三月到六月 胡逸华曾经以办公司的名义 向家里人要过钱 那时钱也不很多的那位 就问我 家里要去这么 11万多的钱 他有一个变化 打到我的女性那里 他说没有钱用了 胡逸华的前妻说 离婚之后他们两个人呢 还有信息联系 2009年7月 胡逸华曾经给他发短信 说现在正在云南迎钱 同时胡逸华还告诉他 他不用出老千 就是比大小 假如第一把用100元压大的话 输了 那就第二把用200元压小 这样总能赢回来的 这金华警方在监控 胡逸华的QQ时也发现 他用QQ上线 但却从不聊天 而是经常上一些 在线赌博的网站 由于缺钱花 今年5月 胡逸华从境外买了手枪和子弹 准备铤而走险大干一场 最终为了钱 他枪杀了王志阳和朱胜伟 抢了他们的车 准备去广州销赃 没想到遇到了两名交警 之后胡逸华就制造了 震惊全国的枪杀交警案件 认识胡逸华的人都很难相信 胡逸华会成为一个杀人恶魔 或许这也正应了他写的那句话 每个人都是一个月亮 都有不可展示给别人的阴暗面 只是他这个阴暗面展示的太强烈了 也正是他扭曲的性格 造成了他最后几年扭曲的人生道路 最终导致他走上了极端暴力犯罪的不归路 这个人极端暴力犯罪 是全国公安部门 今年严打的首要重点 对于一些心理极度扭曲 存在犯罪倾向和隐患的极少数人 这加强心理疏导和监控 避免犯罪现象的发生 确实应该引起我们社会的广泛重视来 两名交警为了公安的公众的安全 为了社会的安定 牺牲在了执勤一线 而这次事件 也已经引起了公安部门的高度重视来 警方将会采取新的措施 避免暴力 警方将会采取新的措施